我是吴信宇 本期的长星讲座 我们继续讲解有关定势以后的一些变化 我们来看看一个我们常见的旗形 白旗二连星 普通来说 黑旗挂角 白旗小飞或者是当官 这个先不管它 那么黑旗飞了拆二 这个是非常普通的定势 出净率也是非常的高 那么以后白旗拆过来 逼住 黑旗从这边挂 这个都是小飞叉 非常的多 好 那么呢 我们就以这个旗 有一个基本的形状 我们就了解一下 这个小飞以后拆二以后 这个白旗逼住了 那么白旗以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手段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手段 白旗 逼住以后呢 肯定对黑旗他有所想法 有所想法 会采取什么手段呢 如果只是简单打一个 收官 这个黑旗当然是不用怕的 白旗呢 那么你这个逼住呢 也没起到什么太大的作用 白旗在里面采取什么方法呢 靠一个 这个是比较 在以前是比较多的下方 靠一个在以前是比较多的下方 黑旗呢 现在上班不太好 上班不太好 白旗呢 就可以顶过来 可以顶过来 可以打 白旗搬 这个结果 黑旗呢 会有一些问题 会有一些问题 虽然你能打吃 白旗拐 你再打 白旗提 虽然呢 能够打吃 能够打下来 但是呢 白旗提了以后啊 他有这个 尖一个的好手 他要进入任务器 这个拐一个就不好 拐一个被人家一 如果人家一退的话 你这个 这个 这个活得太小了 白旗有尖的好手 你要是走呢 他就加 这个不能立了 立了就被断死 你只能粘上 这样呢 白旗呢 还是比较成功 白旗还是比较成功 这个 不但把这个空头呢 顺便呢 还把这个黑旗啊 给留下来了 还给吃掉了 这个黑旗不好 那么靠的时候呢 嗯 黑旗顶啊 也是曾经在这个教科书上出现过的 但是呢 这个顶呢 嗯 并不是太好 白旗扳 黑旗就顶住 这个白旗上档啊 这个没有用 你装上他就扳死 白旗跑不出去 等于这个底下这个 这个地方呢 还是要被黑旗吃掉 白旗的正确下方呢 就是尖一个啊 尖一个 黑旗打啊 虽然黑旗都能连回来 但是 这个 非常的苦啊 白旗打吃以后 这个黑旗啊 都是从二路连通 这个不是很舒服啊 活 虽然是活了 但是呢 白旗呢 可以沾上啊 可以沾上 走掉也行啊 以后 白旗呢 还保留着 挡住的鲜熟味道 挡住的鲜熟味道 甚至于来说 白旗可以先煎一下 你挡住 那么呢 我再挡住 你不走以后 我还有点啥的手段 这个黑旗啊 非常的委屈 黑旗非常的委屈 这时候你也不能爬 你要爬白旗 这个先爬一下 黑旗已经不活了 黑旗已经不活了 以后还留有这种啊 搜刮黑旗的手段 黑旗呢 很难接手啊 即使白旗不走也可以啊 还保留着啊 这一带的鲜熟味道 白旗呢 不走也可以 当然呢 粘掉呢 也可以 这个 嗯 虽然说顶住啊 靠的时候顶住是 比较好的防守方法 但是呢 嗯 这个旗啊 实际上呢 还是黑旗吃亏的啊 大家不要 不要用这个顶的手段 其实靠的时候呢 黑旗呢 简单点 就搬住就可以 搬住就可以 白旗虽然有 有断的手段 但是呢 作为黑旗来讲呢 呃 就把它抱吃掉 就已经满意了 虽然 白旗吃掉了一个啊 脚上这个子 但是呢 外面被黑旗提一下 黑旗外面呢 也走得比较厚啊 白旗呢 后手吃掉一个子 所得呢 不大 所得不大 当对方靠时 你就记住啊 把这个子吃掉 这个图形呢 就已经不错了 白旗打吃呢 本身呢 风险很大啊 黑旗以后呢 可以先打这个啊 然后再断打这个 跟白旗打结啊 即使黑旗不走 也没有什么关系 暂时不走也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呢 对于这个形状啊 这个以前的这个靠 这个靠的手段 看起来呢 不是那么严厉 但是呢 嗯 靠虽然不成立 但是呢 白旗呢 还是有啊 这个凶狠的下法 那就是点 这个点呢 嗯 可以说呢 很厉害啊 很厉害 黑旗如果压啊 这个是不太好的 基本上不能考虑 白旗就爬回来 你虎 白旗就顶住啊 这个本身 木树 对白旗已经便宜了很多 而且黑旗这块旗啊 依然没有活 还得继续补 你不走的话 被对方一点啊 这个一尖啊 甚至一尖或者是一飞 这个马上 这 这块旗生死就成问题了 这个局部里面是做不活的啊 里面是做不活的 那这个黑旗就太吃亏了啊 太吃亏了啊 被这个 被白旗 把这个空掏完以后 自己还没活 这个黑旗肯定不肯 即使你从外面顶啊 上面扳 这也不太好 也不太好 因为这个地方被挖了以后呢 黑的旗形啊 不够完整 这个还得补 白旗就放退啊 这以后可以点在正中 这个旗呢 黑旗啊 也是非常吃亏啊 因为木树全没了 全面是白旗的呢 自己这块旗呢 还飘起来 这个黑旗呢 吃亏啊 所以说呢 当点的时候 这个黑旗从上面压啊 是不这个不能考虑的 那么黑旗呢 势必要挡下去 挡下去以后 白旗冲断 这个是以前的下法 白旗冲断是以前的下法 它是一个 通过气质呢 走后外面 走后外面 黑旗当然要吃掉 白旗呢 打 这个啊 顶 当然呢 不顶也行啊 就是说 直接张上也可以考虑 就顶 打吃 张上 黑旗就吃掉 那这个打不打都无所谓 那么 这个结果呢 就是说呢 白旗在木树上是没有任何收获的啊 反而被黑旗吃掉两个呢 实地还亏了 也把黑旗这块旗啊 给走后了 白旗所得的呢 只是一些外事啊 这个外事 能有多大的作用 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这个是 是一个问题啊 这个是一个问题 那么呢 这个旗 可以说呢 还是 这个 白旗呢 所得胜位 白旗不是 不会这么下 那么 当黑旗挡的时候 黑旗挡的时候 那么 白旗啊 最好的下方啊 最凶的下方呢 是 小尖一个 这个点的尖啊 可以说是一个连贯的手 是一个连贯的手 这就开始考验这个黑旗了 黑旗 当然不能挡啊 如果能挡的话呢 这个尖就变成大臭旗了 是吧 你当然是不能挡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挡的话 白旗可以这个 用墙啊 尖在这 这个旗 黑旗 已经 难 难以避免被分断的这个危险 如果不想让对方分断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搬这个 不过呢 不过呢 这个付出的代价太大 一打吃 一打吃 这个外面被人家先手提掉一个 这个损失是太大了 这个 这个外面被人家先拔掉一个 这个损失太大了 虽然能度过 但是都是在二路啊 都是在二路度过这个 不能 就是说 失控呢 也没多少 这个吃亏很大 被人家外面拔的话 吃亏很大 那么 不搬呢 已经呢 无法连通了 如果不搬的话 那如果你长一个 白旗呢 就可以团一个 团一个就行 这个黑旗已经分不住白旗 应该是长了 它呢 就跳一个 这个跳一个就可以 这样呢 呃 是 黑旗啊 这个 不能成立 黑旗不能成立 当然呢 白旗贴出去 也是可以 贴出去 你要搬呢 我就忘 这个 白旗啊 黑旗呢 也不太好 反正总之 这个都被分断了以后 两边可以说呢 几乎要 死掉一遍 要死掉一遍 那么 尖的时候呢 不能打 那么黑旗的正确下法呢 就是说呢 是 长一个啊 那就不能要了 长一个 白旗呢 打下来 白旗打下来 黑旗呢 拐住啊 这是一个 呃 一度被认为呢 就是说 呃 双方呢 比较正确的下法 黑旗 这个拐啊 看起来有点缓 但是也是 呃 没有办法啊 你不能 我加一个不是 又可以吃这个纸 还保留着 这个度的手段吗 那这个就是 太贪了啊 那么 这时候白旗可以冲 这时候再被 白旗弃子这个黑旗 就太难受了 啊 因为你这个不能再接着吃啊 再接着吃 这两手跟刚才的图 相比较多了 我们这两手 交换这个黑旗这个形状是 没法看啊 啊 这个看都看得出来 等于是多了这个 这个交换了 这个肯定是黑旗不行的 即使 你可以退一个啊 退一个 那么呢 这个也是大同小异 那么白旗依然可以 通过冲断啊 弃子 你虽然多吃了一个子啊 但结果呢 也差不了太多 这个依然可以说呢 是 白旗啊 依然可以说是黑旗 这个是完全上当受骗 这个不行 所以呢 所以呢 黑旗啊 就是说呢 呃 当拐一个 当拐一个啊 是 本手啊 本手 嗯 刚才说了这个变化 一路认为呢 是双方在这个局部呢 呃 正确的应对 不过总的来说呢 白旗啊 通过这个手段 能够先手 注意白旗是先手 先手把这个子啊 给黑旗的脚上这个子给吃掉 在木树上的收获呢 还是非常的大 啊 木树上的收获呢 还是非常的大 嗯 黑旗呢 这个呢 还是呢 心有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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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其实呢 呃 在这个时候 黑旗呢 还有呢 就是说呢 好的这个应对方法 应对方法 那么就是 当白旗尖的时候啊 啊 黑旗啊 通过 这边的一些手段 先在这边行旗 然后再决定这边的应对 那么 如果是这样一个旗行啊 黑旗呢 可以先靠 可以先靠 嗯 先不过 嗯 这是以这个旗行为为基础 我们做的解释 当然这边有可能不是这样 但是大家呢 要明白这个意思 就是说 先在这边行旗啊 以后 根据这边的变化 再来决定啊 你在这边的下法 论下法 因为这边即使啊 即使不走 白旗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严厉的后续手段 白旗要走的话呢 大不了 就搬一个 啊 那么黑旗你就退就是 这个都走完了呢 白旗呢 还需要张回去 白旗还需要张回去 这个 没有什么 没什么特别严厉的啊 白旗如果啊 这个虎在上面呢 那么黑旗就退 白旗呢 还得竖下 这个呢 白旗花一手旗啊 黑旗呢 不太怕 正因为有这个前提 这个 白旗 让白旗继续走 没有特别严厉的后续手段呢 所以黑旗呢 就可以放心的在这边施展这个手段 这个靠 我们看看白旗如何硬的 如果从下面搬 那么黑旗连搬 断车 那么我就退 如果白旗沾上 如果白旗沾上 黑旗呢 就爬回了 就爬回了 把这两个字断开 与这个啊 白旗呢 在这里进行作战 因为你作战的途中 或许这里什么地方多个先手 什么地方多个先手 那你就可以挡住了 是吧 他这个尖你就不怕了 这个尖你就不怕了 你有可能成立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说不走的这个 妙为啊 因为你挡住以后 白旗尖和挡呢 就是损了 白旗呢 就亏了 那么白旗如果假设 他为了照顾啊 为了照顾这边 他拐打的话呢 那么黑旗呢 可以在这边呢 先获取一定的利益 比如说 断打 白旗提掉 黑旗打车 白旗得跑 黑旗就冲出来 冲出来 这个获利呢 可以说呢 还是不小 白旗打 黑旗 大家注意这个旗不是啊 这个打车去摊车脚上的 是先打在上面 嗯 如果白旗拐 那你再来打车 是吧 这个斑和拐就便宜很大 白旗如果提呢 那么黑旗 我就从上面打一下 啊 再上啊 等于在这边呢 黑旗啊 把白旗压缩得非常的低 大家看看 白旗全被黑旗压缩 黑旗外面呢 多出好多个子 那么在这里 你因为这里 不让我挡 那么白旗呢 你先付出了这么多代价 那我黑旗 就可以做 可以在这里呢 做一些退让啊 这个就是 靠以后的啊 主要的这个意图 这个这个 构思 黑旗的 过程中呢 如果白旗不让我打啊 白旗 在我 在我冲出来之后 白旗不打啊 长的话呢 那么呢 黑旗可以 沾上啊 在这里呢 木树上呢 获得很大的便宜 这里即使啊 即使让你白旗再走啊 你也没有把握呢 把我这三个子吃掉啊 不能也不能也没把握 把我全刷啊 你顶多就是把这个子吃掉 那我这里已经有很大利益 这个是 一个这个变化啊 由于这个旗行呢 这边呢 旗行这样出现的概率比较多 所以我们呢 对它稍微研究的呢 稍微详细一点点 那么 黑旗靠的时候 白旗呢 外搬啊 会好一点点 好一点 那么呢 但是黑旗呢 也很有办法 它就可以 顶啊 白旗压 那么黑旗就搬 先这边搬过以后呢 黑旗这边已经 活了 活了 那么白旗 还要补一个 黑旗就吃掉了 这时候呢 白旗呢 它自己得去补 如果这现在不做 那肯量也挡住了 这个尖就没有用了 它可以藏出来了 这个鱿鱼是指板嘛 那么白旗呢 大不了也就是呢 这样啊 这样呢 后手呢 去吃掉啊 后手去吃掉这个 一个纸 那么 与直接藏了 拐的相比啊 这个本身呢 就差了一手旗 本身这个黑旗 差了一手旗 而呢 其次呢 在这里呢 还能获得一点便宜 这个也是黑旗呢 不错的变化啊 也是黑旗不错的变化 嗯 当然呢 这个靠 白旗这么下呢 应该来说还是 一个上上一个是比较正常的应对 正常的应对 正常的应对 总之来说呢 黑旗的效率呢 可能比单肠拐柱呢 要高很多 高很多 我们呢 嗯 这里 举的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当然了 这边的情况呢 还有很多很多种啊 很多很多种 但我们呢 只要明白这个意思就行 比如啊 假如说 如果它是 它是跳的话 咱们也可以同样啊 这个 采取这个方法 现在这 这一番新旗 啊 然后呢 再决定这边的下方 这个白旗呢 也没什么好反击的 是不是 它如果 它白旗呢 大概也就只有压 那么黑旗呢 就可以度过 是不是 这样呢 黑旗也很满意 也很满意 即使在这周边啊 都没有指的情况下啊 都没有指的情况下呢 那么黑旗呢 依然可以啊 按照这个思路啊 按照这个思路呢 来呢 就是说呢 进行行旗 比如说啊 这里 刚才是都有指 那么现在都没有指的呢 白旗 黑旗一样啊 可以先打入 嗯 如果你出来啊 那么我呢 就度过啊 这个就 比较平稳 如果你非要分断我啊 顶断我 那么 这个 黑旗藏出来以后 那我在这边呢 就老老实实的啊 可以呢 补后啊 那么我走后以后呢 对于你这几个指的压力呢 也比较大啊 也比较大 当然了这个地方啊 我们并不是说啊 我们并不是一定说啊 当然有了这个指以后 接下来就非要走在这里啊 你可以根据这个思路 当然挂一个 也是可以啊 甚至于来说啊 我们就靠一个 也是就是说很不错的下方啊 也是很不错的下方 如果 它退 那你呢 就搬过来 这个形状黑旗很好 是吧 它不管搬 上面啊 也可以搬 它搬下面更不行啊 搬下面你可以断 这个 如果它强行立下来呢 那么有了这些指以后呢 你就可以啊 走在外面啊 本身 白旗如果断啊 你可以退出来继续作战 白旗如果搬呢 有了这些 就介入以后 甚至于来说 你直接挡住都可以了啊 因为这里有 会有很多纤细 当然呢 你退一个也没什么毛病 把白旗在这里走了几个以后呢 我们 我们再在这里做退让啊 在这里做一些退让也可以 等于把白旗这些指啊 都引向了自己这个厚的地方啊 厚的地方 当然就是说 你要是借用这些夹的线索啊 也有可能啊 直接挡住呢 都行 都行 这个白旗啊 在这边这个 这个行旗呢 就是说呢 要非常的这个注意啊 非常的这个注意 嗯 嗯 想必呢 这个 看了这些变化以后呢 大家呢 心里呢 也也有了个谱啊 也有了个谱 那就是说呢 当白旗 点完 小尖的时候啊 你要掌握一点啊 掌握一点就是说呢 在这里掌握不要急着啊 急着去应付这个应付白旗 因为你马上去应付白旗的话呢 这个旗呢 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好下的啊 特别好下的手段 那么呢 你要应该在这边做一些文章啊 做一些文章 那个呢 嗯 然后再根据这个方向啊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的这个 然后决定呢 自己在这边的下方 当然呢 如果 它不是这样的 它实在是这样的形状啊 这个白旗是非常非常结实的形状呢 那么黑旗呢 在这呢 可能呢 没有手段 那呢 也就算了啊 那就装心呢 退一个呢 这个拐一个就算了 总之而言呢 由于黑旗有了这个思路啊 有了这个 行旗作战了 这个 这个种种的这个思路啊 不管你这里有没有指 那么呢 可我们呢 也就可以说 白旗的 这个点 点了尖啊 黑旗呢 并不是那么的害怕 并不是那么的害怕 并不是那么害怕 嗯 嗯 黑旗呢 可以呢 有很多办法啊 可以呢 充分的这个 应对 当然作为白旗来说呢 在这个局部 点了尖呢 也是不错的手段啊 至少要优于啊 这个靠 优于这个靠 最后呢 我想呢 看完啊 如果你看完这个 本期的这个节目以后呢 你回去以后呢 可能以后对啊 这个白旗的这个逼啊 肯定呢 心里呢 至少呢 有了谱啊 至少心里有谱 不用啊 老心里老担心 哎呀我这个旗是不是太薄了啊 是不是 怎么着我要补一手啊 等等 所以呢 当对方拦住你以后 你作为黑旗的一方呢 没有必要啊 特别担心 这个旗的安全 我们只要了解它的变化 就不用心里有底了 就不用太安全 可以呢 可以腾出手来啊 在别的地方呢 放心大胆的行旗啊 除非到以后到了关子的时候呢 再爬一个呢 来收关 或者呢 这个黑旗呢 以后也可以采取啊 这个跳起来 呃 补一个的方法啊 这个跳呢 就是比较照顾中央一点 呃 或者或者的黑旗呢 也可以啊 尖一个 这个补强这个旗啊 因为以后留有呢 这个搬了啊 打吃的这个手段 以后这个黑旗的方法呢 还补齐的方法呢 还是很多 但是呢 但是呢 就是说呢 呃 知道了 这个 变化以后呢 嗯 黑旗的这些下法呢 都 都不用急着去补啊 反正 以后呢 呃 就是爬 是木树好 跳 啊 是照顾 能照顾到中央啊 这个尖一个呢 这个尖一个呢 呃 也可以啊 好 那么 嗯 了解了这些 形状以后呢 我想 了解了这几步棋以后呢 我想大家对于以后 对于以后的这个 呃 下法呢 想必呢 呃 大家心里呢 也有个数 好了 本期呢 讲座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呃 可以通过拨打热线 或者是发邮件的方式呢 与我们联系 我们呢 尽量给您回复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大家再见